这是场残酷至极的飞车比赛 赢者获得自由 输者直接上天 近年来 美国政府又搞出骚操作 为了拉高GDP 他们让监狱私营化 狱长金发姐为了直播赚钱 在狱内创办飞车比赛 凡是联赢无场的人 就可以获得自由身 比赛没有规则 只要能杀人 什么武器都可以用 节目播出后 收视率稳居全国第一 网友称其为死亡飞车 森哥是一个前赛车手 由于被诬陷杀期 他被关进监狱 结果一进来 金发姐就找到他 想让他参加比赛 原来在上一场飞车中 一名连赢四场的传奇车手 面具难凉了 因为人气极高 金发姐隐瞒了他的死讯 希望森哥能带他出战 这样一来 只要森哥再赢一场 他就可以出狱 森哥思索了一下 这性价比还挺高 于是他被介绍给了车队教练 后者告诉他 飞车比赛每场分为三轮 前两轮只需要活下来 真正算成绩的只有第三轮 很快第一轮比赛开始 森哥的领航员 是从女子监狱调来的火辣姐 她是上任面具男的副驾 在他的指导下 森哥很快找到状态 他在赛场上风驰电撤 可由于跑太前 后面的车对他穷追猛打 不仅如此 场上还布满金发姐的机关 一阵枪临弹雨后 一名选手车爆了 一名选手被炸飞出去 森哥意识到比赛凶险 也想开两枪试试 结果被告知枪卡了 我压得还没用就卡弹 这时 后方车杀过来了 森哥灵机一动 让火辣姐坐自己腿上 然后喷射出座位下的汽油弹 汽油瞬间洒在后车上 火辣姐一颗手雷丢过去 紧接着 森哥一路领先 可就在快靠近终点时 他突然分神了 因为他在一名车手的身上 看到了当时真正杀妻凶手的样子 他一个愣神 结果直接被人撞飞 森哥第一轮比赛 森哥比完第一场飞车比赛 就发现了事情不对 他笃定其中一名对手的身份 就是杀害自己妻子的凶手 他找到金发姐对质 但对方啥也没说 晚上森哥心里正郁闷 那名凶手竟直接上门了 原来作为玉霸 他想好好教训一下新人森哥 玉佑健壮不妙 赶紧捅了玉霸一锥子 森哥趁机反杀 一阵拳拳倒肉后 玉霸直接给打倒归地 他向森哥求饶 表示自己当时杀害森哥妻子 是受玉长指使的 原来因为玉内缺少比赛人手 玉长故意策划了整起案件 栽赃森哥 目的就是把他坑进监狱比赛 知道真相后 虽然内心愤怒不已 但森哥头脑依然冷静 他怀疑玉长的阴谋不止于此 第二轮比赛开始时 他逼问火辣姐 上任的面具男是怎么死的 火辣姐心虚讲出了真相 其实上任面具男 本来快赢下第五场了 但为了留住这个传奇 玉长之时火辣姐在车上动了手脚 坑死了面具男 所以玉长根本没打算让任何人出狱 他的目的就是不断的坑人进来 当新的面具男 森哥一听暴怒至极 好家伙敢跟我过达斯坦森来这一套 他当场发飙 一阵风驰电车撞飞了玉霸的车 并当着摄像头的面违反规定 直接下车扭断玉霸脖子 扭完还给摄像头一个眼色 玉长这一看完蛋 他立马放出监狱最强的重装卡车 打算一举把森哥干掉 可森哥面不改色 你当我这么多年主角白当的 他一阵帅气走位 卡车一顿炮弹打来 没把森哥干掉 别的选手倒是挂了不少 最后场上只剩下森哥和他的死敌黑哥 这时卡车已经站住道路中间 两人都没法反击 森哥接近对方频道 表示要两人联手 于是两人利用各自车身的一半重量 激活了终点前的最后一个机关 紧接着 金发姐惊了 这小子看来是想造反了 比赛结束后 他赶紧嘱咐手下 在森哥的车底安上炸弹 打算第三轮比赛干掉他 森哥发现预长的阴谋后 打算干对方一手 在最后一轮比赛前 他找到自己的劲敌黑哥 说出自己是面具男的身份 并指出两人需要合作 黑哥将信将疑 露出了犹豫的表情 第三轮比赛开始了 场上仅剩的两名选手展开角逐 森哥一路领先 黑哥在后面紧追不舍 为了坑死森哥 金发姐在后台频频耍狗 他故意不让森哥激活赛道上的武器 把机会全给了黑哥 黑哥兴奋不已 对着森哥一顿乱打 森哥很快处于下风 他孤诛一致 卸下防护板砸黑哥 却被后者躲开了 临近拐弯处 黑哥发射终极武器火箭弹 森哥甩车躲过 火箭弹炸开了赛道板 就在这时 森哥忽然从板上的大口冲出去 黑哥也紧跟而上 金发姐懵了 等一下 他们离开赛道 难道是要越狱 原来森哥和黑哥早在赛前就串通好了 他们找到赛道口的薄弱处 故意演了一场戏 给预长看 目的就是趁机逃跑 金发姐立马派出警车和直升机 但森哥和黑哥强强联手 他们点燃油罐 直接炸掉了警车 冲破封锁口后 他们兵分两路 分散直升机的追踪 金发姐决定引爆森哥车底的炸弹 但炸弹早被教练发现 并拆除了 金发姐气急败坏 他下令直升机放弃黑哥 把火力全对准森哥 而此时 由于火辣姐已经签了保释令 加上想弥补之前的过错 他与森哥偷偷换了车内位置 并假装成森哥驾驶 而森哥则趁机跳车 他找到黑哥 两人跳上火车逃跑了 另一边直升机逮住了 装承面具男的火辣姐 金发姐发现被骗 但很快又高兴起来 原来因为刚才的骚操作 他的收视率大涨 为此还有下属给他送了贺礼 他开心地打开一看 结果是教练送来的炸弹 砰的一声 办公室瞬间没了 六个月后 森哥和黑哥正在迈阿密修起车 这时一辆车开过来 火辣姐也逃出来了 三人重新聚首 森哥爆出自己的女儿 激人气氛其乐融融 典型的爽片 Happy Ending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死亡飞车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